如何用保貼萬能膠來做史萊姆 用面膜來做史萊姆 讓我們一起來做無澎沙無澆水的史萊姆實驗吧 首先我們要拿出我們的保貼萬能膠 拿出你想要做多少史萊姆的份量 之後呢就噴入幾次的洗手液 然後呢再一直不斷的拉伸拉伸 然後就把它揉在一起 之後呢你就會發現它會越拉越軟 然後你越拉就越有史萊姆的質地 之後呢如果你覺得它不夠軟的話 你就可以再加多一點洗手液 喜歡這支影片記得按讚並且分享唷 現在呢就完全像史萊姆的質地了 現在就可以開始玩吧 另外一個無澎沙無澆水的史萊姆呢 一開始就用那些面膜 然後面膜裡面一定要有玻璃碟 然後呢就導入 要多少 如果喜歡這頻道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現在呢導入你要的份量後就 就放入一些小蘇打粉 小蘇打的分 小蘇打分量是四分之一 不用太多就可以了 之後就開始把兩者混合在一起 現在呢就可以用鹽藥水囉 加入鹽藥水可以激活我們的史萊姆 現在呢也是不停的攪拌攪拌 就和澎沙一樣 就慢慢加進去 直到它完全可以成為固體的樣子 那我這是第一次做黑色的史萊姆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值得紀念的成分吧 之後呢就可以一隻龍一隻龍 你就會發現越來越粘稠 這樣就代表你已經成功了 黑色的史萊姆我覺得非常的夢幻 然後非常的神秘 之後就可以開始玩啦 那記得按訂閱按鈕戈壁的小鈴鐺 這樣每次我發音片就不會錯過 現在就 其實它蠻像史萊姆的成分 就是蠻像棚沙做出來的史萊姆 所以我覺得它是 蠻好拉扯的 第三款無棚沙無澆水的史萊姆呢 一開始要拿出我們的洗手葉 導入你要做史萊姆的份量 這個然後再加入另外一個洗手葉 其實不需要加入另外一個 只是我覺得 就想看一下什麼反應嘛 之後呢就要一直攪拌攪拌 真的要攪拌很久 攪拌到完全起泡沫為止 不然呢 如果你沒有 攪拌很久的話 它其實不會成型 不會成為史萊姆 之後呢就會非常非常的粘稠 你就會發現越來越粘稠 就是它已經變成泡沫的形狀 可能我攪拌的還不夠多吧 可是現在你就要放進你的容器裡面 放進容器後呢就可以 放進我們的冰箱 那放進冰箱呢我是放一碗的 因為感覺放少的話就用不到了 等著當而我們就先玩之前的史萊姆 我想要看混合在一起是什麼感覺 那它的手感是非常的好 就真的很像真的史萊姆一樣 我愛說什麼 就很像 就很像質地很好的史萊姆 對 那現在呢就可以拿出我們的 冰了一碗的史萊姆 那究竟會不會成功呢 看起來水水的 它有一點史萊姆的質地 可是它也沒有算史萊姆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讚還有分享 那留言一下你們最喜歡哪一款史萊姆吧 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可以看到更多的史萊姆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掰掰